注意看这个男人 他已经被锁在车里七天了 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来极为痛苦 但最可怕的就是没有水喝 他没办法 只能喝自己的小便 他为什么会被锁在车里 因为他是个偷车贼 而把他锁在车里的 正是这辆车的主人 就在七天前 偷车贼盯上了路旁的小车 他是个惯犯 用棒球把汽车的锁打开后 一上车 就把车里翻了个遍 最后只找到了一副墨镜 他很愤怒 这辆车里居然没有值钱的东西 随后他为了解气 决定在车上撒野 表示自己来过此地 就在他准备下车逃跑的时候 车门居然打不开了 偷车贼一开始还挺冷静 他到后座用脚踢门 然后用铁棒使劲撬 但门还是打不开 偷车贼开始着急了 用尽了所有办法 门仍然一动不动 最后他只能拔出枪 对准窗户玻璃就是射了一发 可窗户是防弹的 子弹反弹到了他腿上 偷车贼开始慌了 他心想 职业生涯不会就这样结束吧 第二天 偷车贼一觉醒来 车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另一端给自己打电话的是 这辆车的车主 他告诉偷车贼 因为他的车十年内 被人偷了28次 为了惩治你们这些偷车贼 整辆车用防弹剥离加固 甚至邮箱也装有引爆按钮 这可怎么办 偷车贼恼羞成怒 车主听到他的态度没有一丝毁力 立刻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车内的空调 被车主拉到最低 冷气瞬间充至整辆车 偷车贼当场被动的怀疑人生 就在他快要冻死的时候 车里的空调关了 而后电话又响了 车主说这只是开始 我现在要你的真实信息 必须老实交代 不然我再开空调 折磨到你认真说为止 偷车贼这次开始服软了 因为他没办法 车主说后备箱有水可以自己拿 偷车贼听到后开心极了 直接爬到后备箱 找到水后一口闷了下去 他从没想过 自己会有这一走 也没想过后边的日子该怎么过 第三天 车主依旧打电话过来 偷车贼祈求车主放过他 因为现在发高烧又饿又渴 车主说你想太多了 如果偷车贼把车退了回去 就不叫偷车贼了 空调再次开启 接下来等着偷车贼的 绝对是心理生理的极限挑战 这个男人被锁在车里 已经过了好几天 他可到了极点 没有办法 只能接自己的小便 灯鼻子上眼地喝了下去 但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年轻的偷车贼 也盯上了这辆车 当他以为自己要被救时 车外的偷车贼被路人发现了 拉过去就是一顿天降正义 由于警察的到来他得救了 车里的偷车贼看到后 心想 如果自己被人发现了 估计也是这个下场 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被锁车上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 车主为了不让他死得那么轻松 都会在后备箱给他送吃的 这天 车门被偷车贼给凿出一个洞 他靠这个小洞向外求助 不幸的是 外面没有人听到 车主的电话也响了 他说 我现在不仅在查你的犯罪记录 甚至得到了关于你妻子和孩子的信息 偷车贼听到这个 更加着急了 他告诉车主 你对我怎样都行 就是不要碰我的妻儿 但是车主并没有理他 直接挂断了电话 偷车贼疯狂而绝望地思考着对策 他看向了点火箭 伸手一按 结果真的发动了汽车 他心生一气 看了看车后没人 倒车荡一挂 一脚油门撞向了电线杆 车窗玻璃终于碎了 偷车贼狼狈地逃了出来 他第一件事 就是跑进便利店 拿起水和汉堡吃了起来 这时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有警察朝他走来 警察拍了拍了他的肩膀 然后偷车贼醒了 原来只是一场梦 这个梦真的让他深感绝望 他记得他有枪 于是他把枪放在下巴上 正准备含恨归息时 电话又响了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偷车贼 偷车不成还被锁车里欺贴 而车主对偷车贼也是痛恨至极 在最后一天 偷车贼正要引诞归息时 车主的电话打了过来 只是这次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越听越近 车窗外闪过一人 这就是折磨偷车贼十天的车主 他现在就在现场 他这次来 就是准备亲手把偷车贼送走 一上车 就被车内的尿臭味给熏到 可他还是忍臭劲到了车里 但车主低估了偷车贼的求生欲 这时偷车贼突然向车主开了一枪 然后匆忙的从车里爬了出来 但他没想到 刚才那一枪 并没有直接打中车主 车主追上去 一个猪突猛进 把偷车贼撞到 这一阵动静 把警察吸引了过来 车主逼急了 把枪放在偷车贼的头上 场面一片僵持 现场被警察包围 街坊邻居和记者也来到现场 于是车主开始坦白 已经十年了 这条街上每天都有偷车贼 而我的车就被偷了28次 因为你们警察 真就什么也不管 既然你不管 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让这些偷车贼们长长记性 警察上前劝说 可周遭的群众也大喊 让车主放了偷车贼 而车主此时不明白 为什么要对这个偷车贼如此宽容 车主绝望地看向警察 然后把偷车贼放走了 车主趁警察不注意 突然钻进了车里 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随后他把手机放到了车顶上 警察疑惑地上前查看情况 但是手机上显示倒计时 那是控制汽车邮箱的系统 这时警察也察觉到了一样 突然 车毁人亡 警察也没想到一次偷车案 能够演变成如此下场 偷车贼被抓后 他在警车里看着外面的情况 心想 如果警察晚来一步 可能自己早已命丧车里了